今天來到新蒲江的滿足食粥底火鍋 每位198,包了7款時令海鮮 有鞋、基維蝦、鮑魚、蜆類和魚 還有6款自選配料 3款特選時疏 最後做海鮮粥 當然你可以追加配料和點飲品 想說當日用WhatsApp預約 由於交通不變,我最後遲到了半小時 還願意留桌給我,真是萬分感謝 當然我有準時交桌 來到第一時間攪好醬料 食材新鮮簡單單的醬汁就已經好夠了 隨即上海鮮三層HIT架 都是給你拍照、按LIKE 然後食材很快就落了鍋 架就立即消失了 由於很多人排隊 職員很快幫你把比較難熟的食材 第一時間下鍋裡煮 看看蟹腳還動 就知道海鮮有多新鮮 多得職員幫忙 可以輕輕鬆鬆 翹上雙手等吃 實在太好Service了 說這麼快,蜆就開口 看看蟹網染到蜆 黃到金的 薄薄蜆、醬薄薄,很鮮甜 鮑魚軟糯適中 但拿得來中心位有少少甜 醬蜜龐仔也很棒 肉質爽脆鮮甜 基維蝦我覺得是最高CP值的蝦種 雖然小小,但肉質夠爽甜 又有蝦頭膏 是時候打大佬了 蟹真的好大隻 蟹肉一梳梳,不會霉燈 蟹網 自己看吧,正到呢 老闆真的好會選蟹 新鮮多哥得來 隻隻都還是重學的 這個價錢來說 隻蟹鉗真是大到不得了 連蟹腳都超厚肉 怎麼搞的老闆 吃過這麼新鮮的海鮮 顯得這條多寶魚 沒那麼大驚喜 不過都很嫩滑 吃完魚切海鮮之後 我們就吃其他配料 基本上整個套餐已經很夠飽 不過我們再額外叫了鴨血試試 我覺得始終鴨血要配麻辣火鍋才是最棒的 煮完海鮮再吃其他配料 整個湯底充滿鮮甜味 令到配料都加了分 而整個鍋還黃到金 非常賞心悅目 沒煮過粥之前喝湯 嘩 嘩 因為外面真的很多人排隊 我們就請職員快快脆脆煮粥 讓我們可以盡快打包離開 外面的人就可以盡快進來懲罰他們 除了粥之外 職員會在湯底加入雞蛋 芫荽 蔥 菜脯 豬油渣 其實我覺得海鮮湯已經很香 基本上不用加這麼多配料 不過這個就適合重口味的人吃了 臨走前馬上吃一斤粥 真是好麵滑 都說我們這家人很小吃的 打包回來又一頓了 第二天再吃 神奇幾事發生了 雞蛋還是滑的 這個我推介的櫻桃鴨肉丸 泡泡通通 麻麻驚喜 但這個醬爆會用丸就超驚喜的 正 而第二天的粥更黃 更濃味 更加正 想試的朋友 記得訂位 因為店鋪真的很小 有時 敷到walk in 都不做你生意 外賣是否一樣價錢 嗯 加上兩元一個 四人以上的 我建議你可以外賣 舒舒服服 輕輕鬆鬆地走更正 嗨 多謝你們看我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到時馬上通知你們有新片出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還有其他分享 再不然也可以去重溫我之前的片 我們下次見 bye